难道女昌的典范西门庆和潘金莲在武大王死后 他们二人的下场如何了 从潘金莲诡异的闺房仪式中 就能看出来西门庆的真实面目 古代社会 女性讲究出嫁从夫 对待丈夫一定要公顺 不可违逆 如果有女性敢违背丈夫的意愿 那么不仅会遭到附加的指责 甚至就连邻里也会对她议论纷纷 因此 在这种大环境下 古代女子对丈夫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很少有违逆其心意的情况发生 更不要说出鬼了 如果在古代 女性被抓到出轨 不仅要游街示众 甚至还要背进猪笼 所以古代对于女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然而 在《水浒传》中 有一个女性不仅基于小梳子 还与其他男人偷情 甚至最终还杀害了自己的丈夫 这个女子就是潘金莲 她杀害武大郎的那一幕可以说是经典 到今天为止也被人津津乐道 而她与西门庆的狗和也始终遭人唾弃 那么 潘金 联合西门庆在暗害完武大郎后 他们是否肆无忌惮地狗和在一起呢 根据野史金平梅记载 潘金莲被西门庆迷惑 一心一意地想要和她走到一起 所以才会杀害丈夫武大郎 然而在武大郎死亡后 事件却迎来了反转 相信大部分人都认为西门庆非常喜欢潘金莲 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在金平梅中 西门庆不仅娶了新婚妻子 并且二人的感情非常要好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逆里调油 按理来讲 潘金莲丧父后 他们之间就没有了任何阻碍 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到一起 为何西门庆还要另娶他人呢 剑 既然在我家娶梅我 今天不好好修应你 那我就不信西门 金平梅中 潘金莲神秘的闺房仪式 暴露了西门庆的真面目 原来西门庆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潘金莲 在联手杀害王武大王后 他也只是想要占有潘金莲的美色而已 他既不赢取潘金莲 也不安排他当作自己的外事 从始至终都没有给过一个名分 看过古代店 GG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古代男子可以拥有妾室 也可以在外面安置外事 只要顾得过来 有几个外事都不打紧 而所谓的外事 就是指男性虽然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 但是在外面会购置一套房产和几个仆人安置他 并且还会保障他衣食无忧 瓦尔波一些钱财过去 这样女子虽然没有名分 但起码的生活质量可以得到保障 甚至有一些得宠的外事 日子过得比正式还要潇洒快活 毕竟外面没有正式的打压 也没有身宅大院的规矩 自己在院子里就是主人 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但是西门庆对于潘金莲却没有如此 他每次来找潘金莲都只是想要行周公之礼 并且完事之后并无留恋之心 甚至他对于潘金莲一丝情意都没有 对他就像是对待一个不要钱的暗唱一般 如果说西门庆对于潘金莲有付出 那也只限于他打赏王驼子的那几个钱财 多余的再也没有拿过 因此 他们二人的关系 在西门庆眼中只是肉体关系而已 只有潘金莲一个 人陷入到感情的漩涡里不可自拔 西门庆大婚后 潘金莲郁郁寡欢 他担心从此以后 西门庆会忘记自己 所以在这样的心思下 他在闺房里进行了一个诡异的仪式 这个仪式就是摇鬼卦 金平梅中 潘金莲神秘的闺房仪式 暴露了西门庆的真面目 所谓的摇鬼卦 就是指女性在闺房里占卜情郎何时到来 因为古代的通信并不发达 因此很多有情的男男女女 只能在相会的时候 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日期 许多男性大多都会随口说一个日子 比如说十五 初一等等 但是到了那一天 男性到底来不来 就成为了一个未知数 所以古代的女子 为了占卜情郎几时到来 就会摇上一挂 而因为规房里没有正经的占卜用具 因此 女性只能通过扔鞋子的方式来进行占卜 女性通斥把鞋子扔出去 然后在心中默念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秦郎来不来 或者秦郎几时来等这样的问题之后 通过鞋子的方向和正反 女性就能够得到答案 而这种占卜方 只之所以被称之为摇鬼卦 是因为女子本就属阴 规房更是极阴之地 所以才被称为摇鬼卦 但是这种占卜方式归根结底来讲 并不灵验 就和现在的树花瓣一样 追求的只是一个心理安慰 潘金莲在闺房里摇鬼卦 就是希望可以早日把西门庆盼过来 但是西门庆在大婚之后 足足一个月都没有来找他 这也足以见得西门庆本性 就是一个自私良薄 色欲熏心的人 后来潘金莲一连给西门庆 写了好几封情书 也没有换来他的一丝情场 甚至在这期间 西门庆还抽空去喝了花酒 身边也明显有了新的情人 但就如此 潘金莲也没有醒悟 还花重金找来 王婆子帮他想办法 把西门庆找来 这一次 王婆子趁着西门庆喝花酒喝多了 才把他带到潘金莲 请不吝点赞金莲